节奠爱地球 每到夏天的时候 常常会听到用电创新高的新闻 甚至发生跳电情形 还有人戏称用爱发电 那是因为随着全球暖化逐年严重 天气越暖越热 2020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风险报告显示 极端气候与生物多样性流失 是环境一体讨论的重点 如何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与节约能源成为各国的当务之极 在2020年的台北 就连续17天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 打破历史记录 让人民越来越依赖冷气降温 当我们对各种电器产生依赖后 台湾从1992年开始 用电量平均每年成长4.4% 而发电所产生的CO2 助长了温室效应 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人们必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以台湾为例 2019年台湾总用电量为2370亿度电 全球排名第16 而澳洲人口数与台湾相近 面积是台湾的200多倍大 总用电量却比台湾还少 显示台湾面积不大 却有极高的用电量 其中工业用电为最大宗 占了56.2% 所以我们在追求发展的同时 除了响应节电以外 更需积极开发再生能源 或运用科学技术节能减碳 位于台湾的麦寮生态工业园区 在这一座智慧厂区中 台速的减场 因为生产易碱、氯气、氢气 需要消耗大量的电力 于是这座工厂的工程师们 把电力转化为化学能的旧型电解槽 改造成省电型零极锯电解槽 大幅降低电阻 什么是零极锯呢? 简单来说就是电解槽内 因极到磨片之间的距离等于零 只要运用涅丝弹性体 配上新的因极细网 缩短它们的距离变为零 就能有效地达到省电效果 目前这座工厂 每年平均节省1.93亿度电 相当于将近6万多个家庭 平均一整年的用电量 省电的方式百百种 小到关灯或走楼梯取代搭电梯 但节约用电的意涵 并不是完全不用电 而是采取可行的技术与合理的经济措施 减少电能的浪费 并落实到个人与企业 爱护地球珍贵的资源 就是对我们人类的下一代 尽一份心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